所以以後那天空的時間要減少一點 大家不要緊張感 七分鐘實在太長了 大家每個人都講話 這聲音不好嗎 你覺得嗎 對不對 好 那個在這邊要先代替藏汙組 藏汙組那邊幫忙 宣導一下一件事情 就是 各位 沒有吃飽 舉手一下 沒有吃飽的 應該不吃魚雜對不對 想要帶回家吃的 你有機會了 因為我們準備外帶的袋子 有沒有很貼心 那我們希望可以把旁邊的食物 覺得大家清晰 都帶回家 如果你想要帶我去加菜 或者說有誰不能來 或什麼 覺得他應該要吃吃看 這什麼阿里山來的山豬啊 你可以去旁邊 戴耳朵的三秒 那邊揮一下手 就是找他拿外帶的袋子 外帶的袋子 那這樣就可以把他帶回家享用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的時間 呼喊一下 是有 已經在那邊了 OK好 那接下來呢 是我們要 呃 跟各位介紹我們 開放話基金會 的兩個 呃 今年就算比較主要的專案 也是我們蠻想推的東西 這樣子 那首先呢 就讓 CLO高來介紹一下 讓高天師介紹一下 等一下 我們看一下第三 哈囉 大家午安 好 掌聲鼓勵鼓勵 好 好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各位今天來到這邊 呃 非常特別的一個場地 因為 啤酒餘限量供應 但是還是要付錢 所以 但是就是可以去樓下搬更多啤酒帳 好 那 呃 是怎麼掉掉了 好 那我是CLO高 那 各位認識我 可能比較是GNB 然後 其實我過去在開放原始碼 台灣 或是世界各地 的開源社群 都還蠻活躍的 大概15年以上 那 呃 因為很愛寫程式 所以 躺在病房上 你要繼續寫程式 好 那 呃 主要是這樣 就是在2014年的時候呢 呃 所以人家講說 我們其實非常非常活躍 我們的參與層數非常非常的大 好 那大家就會問說 為什麼台灣這麼活躍呢 那我們的這個 呃 地理政治情境 讓大家很願意參與這些 呃 公民議題是一回事 但是 但是我 我都特別強調就是說 因為過去十幾年來 台灣的開放原始碼 非常非常的恐怖 好 那所以 通常呢 呃 基本上就是 過去發生的一些事情嘛 然後GNB非常的熱鬧 然後 更多人越來越投入這些相關的議題 那 呃 在 去年 呃 除了黑客宗之外 我們一開始就是辦了黑客宗 除了黑客宗之外呢 我們在去年辦了一個年會 那也邀請蠻多 國際這樣的講者來分享的 那 呃 在國內也邀請了不同的領域 有NGO的 有政府單位的 呃 大家都來一起 在這個場域裡面 分享不同的想法 看怎麼樣能夠合作 這個杯子 我們剩下非常非常少量 等一下拍賣的時候 會拍賣 OK 好 那所以我在國外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的經驗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納悶 為什麼你們可以有這麼多人 願意參加這些事情 做Open Data 做Open Government 那 我就會說 因為過去十幾年來 因為台灣的Open Source 非常非常的發展 好 那 要做Open Government 像G001這樣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Open Source 為什麼呢 你只要讓開源社群的人 覺得很憤怒 覺得想要做事情 他們就會非常有生產力 對不對 因為他們本來就已經會自動產生事情 而且他們會 就是說 彼此不需要中央調控 我們就可以一起來做事情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 還是Open Source 但是這個Open Source 意思是說 我們把Open Source的精神 大家一起合作的精神 推廣到 不只是寫程式的人 所以我們就非常強調這件事情 讓很多 可能是做設計的 或是政府單位的 或者是NGO的朋友 也習慣這樣子的做事方式 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有一點點想法就先丟出來 然後我們看彼此 能夠怎麼樣把這個想法 更往直推進 好 所以 我們到處去跟大家分享說 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回頭看看台灣 其實你看2013年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有這麼多的 Open Source相關的Conference 這個應該都是200人規模 最大到2000人 對不對 2014年也差不多 好 那這上面還有 還有漏掉一些沒有列的 可能比較 不是那種Open Source為主 可是可能也會有相關 有相關的 像TOP啊 或者是 COP也在上面 對 好 所以 所以我們在想說 這麼多Open Source Conference 那我們還可以做哪些事情 那我們就在想說 好 那其實國外有很多 大型的Open Source Conference 可是台灣的人 要去參與 比較困難 很遠 而且又要經費 那尤其我們希望 想要福利 年輕的朋友 學生 可以去參與 國外的 一些東西 和國際交流 然後再把 一些分享的結果 也帶回來 那我們希望做的事情 是哪裡呢 去什麼樣的地方呢 譬如說 比較大的Conference 像是Oscar 或是Oscar 或是Oscar 這種大型的 就是可能它註冊費 就是它報名費 就已經很貴了 可能要1000美金 這種 然後可能現場 是超過1000美金以上 然後像Coco America 每天有個Summit 所以大概是這一類的 我們會希望說 讓我們的年輕朋友 可以有機會去那邊 那 給誰去呢 我們希望是給26歲以下的學生 比較沒有資源 可以負擔旅費 然後住宿 還有這些 一些其他的 可能要註冊的經費 所以我們就希望 募集這些經費的環相 讓他們去做 那回來之後 我們希望他做什麼呢 辦一個分享會 告訴大家 學到什麼 然後去國外交流 什麼新的 新鮮的想法 然後寫一些文章 去介紹這些東西 欸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五個啤酒 等一下我們講說 這個需要多少經費 然後這個大家可以認 認你就可以順便 拿一瓶啤酒來喝 一瓶啤酒5000塊就可以了 好 那但是其實 其實OCF就是開放的話 是因為我們在做的時候 跟傳統基金會 我們 就是 其實一開始OCF 是從G0V 挖坑做 來做一個新型態的法人 大家一起來做 就是說 需要法人才能做的事情 可是我們就讓 大家一起來協作 所以我們的專案 可能很多也需要 更多人幫忙 所以這個專案可能 也還需要 有一些評選的機制 已經有開一個HiveTag 稍微寫一些 目前的規劃 那也需要更多人幫忙 那經費的部分 其實我們今年希望做的很小 就是 可能試驗一下 但是把這個整個SOP Round順 然後把流程 跟這些東西都 Document下來 然後有更多的Conference 或是更多的人 有興趣可以加入 所以我們預計今年 就做大概兩到三個專案 兩到三個Conference 送兩到三個人出去 所以經費大概 估計是20萬左右 所以我們今天 就像早上說的 我們只是開個頭 一瓶啤酒5000塊就好 不用募買 現在有沒有人要舉手 可以先那個 等一下就會有朋友下去那個 好 那所以 這個基本上就是要power 就是 寄票啊 住宿啊 然後回來之後的分享 這些東西 好 所以 欸 有沒有要舉手 趕快 來高天師 親自為您開啤酒 好 後面已經有了 我們請這個夥伴幫忙 好 掌聲鼓勵鼓勵一下好不好 來 高天師 親自開啤酒 謝謝 你要親自送出去 是要什麼 我們今天有租的無線刷卡機 就是要不要亂動 那其實我們 就是 開胖媽媽居進會 在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就是希望有更多國際交流 不管是 之前居進民地和國外的交流 接下來是希望所有 有些更多合作 那如果需要透過法人的話 那這邊就有 就有這樣子的工具可以協助 好 那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快要沒話講了 還有哪一位想要 欸 剛剛那是空空的舉手嗎 謝謝我們的蔡正偉 她非常的支持開源的 開到文化的婆婆 謝謝蔡正偉 來 兩罐了 兩罐了 高天師為您開啤酒 又可以做好事 又可以讓高天師為您開啤酒 對不對 更多好的一個機會 還沒有哪一位想要 那個 就是一起共襄勝局 啊 想要喝啤酒的人 可以舉手嗎 哈哈 欸這句話好 謝謝 請提 請提 你不要啤酒 那你可以給你隔壁的喝啊 對不對 隔壁的喝就好 隔壁的喝就好 對啊 後面的那個 隔壁的 無線網友 無線網友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第三位 好 運作投訴拿了兩罐 欸 又有了 新製出嘛 沒有要先 喔 這邊有兩罐 哇 中間市裡全部賣完了 夜藥 對 好 好 謝謝售票庭老闆 還有那邊的 喔 不要喊 你自己喝就好 OK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那個 欸 反正剛好 剛好 那邊呢是 售票庭 KKTIX售票庭的 那個總監 那個 布丁 這邊那很多人都認識他 好 好 然後這邊是蔡正文 蔡正文 對 對 對 比較關注 Opn Day 團觀的 應該多多少少都知道 喔 對 然後還有 葛摩斯 剛剛上來 對 然後後面的 KC 這個算開圓老將了啦 KC在 欸 KC那來了 已經去捐錢了嗎 已經拿了卡片去刷了嗎 好 開圓老將 然後 欸 不見了 是去刷了 OK 那就都沒有了 好 那 趙麗我們要 One more thing 就是我們做很多 國際的一些 交流接軌啊 這樣子的事情 好 那接下來 在這個3月19的時候 英國 我們知道英國的open data 發展的算是非常前面的 好 那我們今天也由彭博士 他捐贈了一本 英國一個很大的open data institute 他們第一本的這個小冊 然後有他們的創辦人 Sir Nigel 他的簽名 這本小冊 他就認出來 等一下會再開賣的時候 進去 那總之呢 這個ODI他們在3月的時候 會有一個英國open data的代表團 來台灣參訪 那在參訪的過程中 有一個晚上我們就和這個 英國貿易代表處 共同合辦一個活動 叫做 In9 Open Data 那In9這個活動 大家如果沒有聽過的話 大家有點像是我們剛才的閃電秀 只是你的slides會自己跑 每一個20秒跑一張 所以你不能控制 這是一個蠻刺激的活動 那我們會用英文進行 所以各位如果 有open data相關的議題 想要present給台灣跟英國 這個open data相關的社群 跟產業了解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那我們大概過一兩個禮拜 就會有一些報名的方式出現 OK好 那目前 今天我就大概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